原标题,中国有项世界领先技术,美,为了世界和平,应该把技术分享出来落后就意味着矮大。 这是从古至今永恒不变的一个道理,中国几十年来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成绩,实属非常的不容易,以前西方国家害怕中国强大,所以就在武器上对中国实行禁运,技术上进行封堵。 但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才没有被困难吓到,相反的是更加抹联斗志,苦心钻研,经过一大又一大科研人员的努力,我们中国从停滞不前到今天的飞速发展,使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,向祖国和人民交了一万合格的答卷。 直到今天,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,终于算是小有成就,然而,更让我们骄傲的,是有一件技术全球独有。 而此前美日等国家就对我们封锁这些技术,如今看到中国人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了,更是让他们不敢相信。 纷纷表示,为了世界各界共同发展,中国应该分享下这种技术,遭到了中方果断的拒绝。 其实这项技术就是KBBF晶体,福袋鹏博散甲晶体制造技术,早在1990年的时候,中国就开始手手这方面的颜值,而KBBF晶体对于宣誓方面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,很多高精端的仪器上都需要它,甚至它还是制造依照耳脉冲击光器的最理想材料。 如果中国在KBBF技术上运用已经十分的成熟,而法官美国在2009年才开始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进行研制,这就毫无太大的见证。 可以说,中国在KBBF晶体制造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,有人就会问,那KBBF晶体可以应用的哪些军事领域呢? 其实大家所熟悉的激光武器,这里面就有它的功劳。 美国虽然最早提出研制激光武器的,但是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 直到中国将激光武器进行摧毁太空垃圾试验时,美国才如梦方醒。 但是现在追赶中国已经来不及了,于是美国就联合西方国家,希望中国把技术分析出来,让各国都享受这胜利果实,真是吃人做梦。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,如果有人动其来骚乱,利用KBBF晶体,研制出破坏性更大的军事武器,那么对地球都具有毁灭性灾难的。 为了维护和平,中国过断地拒绝这个无理的要求,我们拥有它只是为了防止战争,而更不是为了威胁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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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